村庄外围窜出大量浓烟 俄罗斯边境贝尔格罗德 传出遭到入侵攻击 墙壁一个洞还有枪炮打穿了痕迹 至少三座村庄发生战斗交火 有人受伤 当天马上有团体出面承认 攻击行动由他们发起 号称自己是俄罗斯国民 要推翻普京政权 只是目击者看到这个团体 疑似开着乌克兰装甲车进入俄罗斯 乌克兰否认参与其中 但也承认这次事件的确对战况有帮助 不过俄军还是有空在星期一 对乌克兰地念波罗州发动大规模空袭 至少八人受伤 后来我们都睡了 我们的孩子们 我父亲有十天 他们有十天 我们的父亲有十天 我们的父亲有十天 还有其他父亲有十天 林寨外墙被炸毁 但俄罗斯国防部说 他们袭击的是军事目标地面波罗机场 还宣称成功摧毁机场里的长城飞弹 武器和弹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